我們講了PA的那個LowPool的模擬 然後我們有個原件 然後要模擬它的LowPool 那剛才都有模擬過 那有些同學有比較過不同原件的 那個LowPool的結果 那有些製程它的功率就比較強 那有些製程功率是比較弱的 那有些製程效率比較高 各有所不同 所以說我們這邊 再稍微整理一下 每個不同原件它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假設在一個適合的範圍之內 那這個是VDS 就是VDS或者VCE 那這個縱軸是ID或者IC 那如果是這裡的話 CMOS假設這是一伏特 一伏特的話 那各位現在在用的CMOS 90奈米 它大概就是這樣子 它的DCIP大概長這樣子 那你超過一伏特這邊 可能就導致BREAKED DOWN 就崩壞了 這是CMOS這一塊 然後像剛才提到過 有些實驗室 就是做功率放大器 那功率放大器用HBT來做 那HBT它的製程 它大概 它的最高的操作低下在5到10伏特不等 那現在那個iPhone 它大概就5伏特左右 OK 所以我們就為了有FU 我把它尺寸 大概抓一下5伏特 然後這邊是10伏特 所以說你如果是HBT的話 它大概是很快就上來 然後是平的 然後超過以後就會一樣是會壞掉 重點是 差不多面積的那個HBT 它可以擁有很高的電流 你要感覺到它其實是很強的電流 這個比較像是HBT的Filling 這樣子 那如果是那個什麼PEMT PEMT就是一些生化家的廠效電晶體這種 我先講那個Gainy Nitride 那Gainy Nitride這張就畫不下去了 就是我就要畫到更右邊 那現在Gainy Nitride假設是0.25 它操作可以到40伏特 40 那有些是28 所以Gainy Nitride的Device 它大概可以 但是它的電流可能沒有像HBT那麼好 那大概超過40 它到40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那個Bretdown Voltage 是可以到80 所以它大概是一倍這樣子 它建議額定值的偏壓是40 所以它的Bretdown應該是在80 那電流的話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跟CMOS可能類似 就是CMOS 這樣大家有沒有看出這個差別 就是CMOS在這邊 CMOS在這一塊 然後HBT是這一塊 然後Gainy Nitride 然後Gainy Nitride是右邊這一塊 OK 所以說你做功率放大器的話 你如果用HBT的話 那你可以知道這個功率放大器 主要都是用電流 只要它的功率都是用電流的方式呈現 那如果你是用Gainy Nitride的話 那35組化合物半導體 它主要的功率放大器的能量 都是用電壓的方式存在 這兩種狀況這樣子 那高電壓就是主抗比較高 那低電壓就是主抗比較低 那回到CMOS的話 那CMOS是一個 它是可以經由設計 那但是它的設計基本上 你如果設計要怎麼樣 把這個元件的這個特性 再做強化 那你就必須要討論到一個東西 叫Combine的事情 就是要想辦法去做Combine 那這就是我這節課要跟各位講 就是我想辦法在這個元件裡面 創造一個比較強的元件 那雖然說那個自成廠 它給我的元件 零件庫可能就是到這邊 那這個自成廠零件庫 各位去試 最大的電流值可能就只有 只有 只有100mAh 那我現在就是剛好要500mAh 那怎麼辦 我要想辦法去整併 所以我們就開始來談整併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 我還是要從CMOS的電路開始來談 怎麼去做整併 那我們來聊一下這個Combine的事情 這Combine的話 我們有分三種等級 第一個叫做元件的Combine 就是要做一顆大元件 那第二個等級就是 那個元件間的Combine 就是我要把元件中間利用一些Combine 一些東西 把這些元件 把這些元件 就元件元件間 就是若干個元件 若干大元件 然後去把它Combine 那第三個就是放大器之間的Combine 就是我現在 我就是我去買四顆放大器 那我就把這四顆放大器 就是把它Combine起來 這些都是Combine 所以Combine的Level有小的 然後有到大的 OK 所以說我們就先開始 從元件的Combine開始做起 好 元件的Combine 那Combine這個東西 不外乎就是電壓 要增加電壓 要增加電流 那所以說CMOS元件 最簡單增加電流方式是什麼 就好幾顆嘛 對不對 就是我先講簡單的 這增加電流方式 就是說你這邊就是一顆 一顆不夠 你就兩顆 這個是很直覺的 就是一顆不夠就兩顆 那所以說具體來說 它在電路圖上畫起來 就是一個Finger 就是假設這是Gate 那一個Gate不夠 我就兩個Gate 然後這個是Source Source在這邊 這是GEN在這邊 然後Source在這邊 然後再想辦法把Source這樣連起來 所以說你去看 就是CMOS這個Model 它內部就有Combine的能力 它這邊會要你Key LOR 等於 那現在大家是0.1 M 然後NR 等於 NR可能等於10 然後WR等於 可能就是2.5 1 2.5M之類的 所以說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 假設你最後的電流 因為CMOS的電流 就是電流 ID是正比於 W除於L 所以原則上你L一定是選最好的 就是在高頻的電路是這樣子 那你的W是WR乘上NR 所以說你可以想辦法把電流增加的方式 就是想辦法去選一個大的WR 就是2.5去看這製程上可以給你多少 2.5可以嗎 或者說一根就給它10 可不可以 那你如果超過它就跟你講不能跑 所以它有一個Model的額定限制 那你NR也可以調NR 那所以說到底要選WR比較高還是NR比較高 那這邊就要考量 你Combine的時候到底有什麼效應 那我在前面已經有提到過 就是說假設你有很多Device的話 那你如果WR很長 那就代表說這個Finger很長 那這個Finger很長 就會導致你這邊的電阻很大 RG很大 那RG很大跟CGS 這邊合起來就會有一個 輸入就會有一個Pole點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的G-Mass是長這樣子 那你的WR如果選大一點 它可能就會往下掉 那往下掉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那個 這個電晶體本身因為大尺寸就會造成損耗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可是你就是要電流嘛 你就是要電流啊 所以說你也沒辦法 你就把WR變高 那假設你的頻率在這裡 那你的WR變高 Why not?沒有什麼不行 這個就是要看你操作的頻率 跟你想要的那個電流的關係 那第二個就NR NR這檔式啊 NR這檔式 如果是你選很多個NR 那陳如我們之前提到過的 你很多NR那你這邊 那你這邊 潰入會有一個潰入進去 那是不是會有什麼 是不是會有它的 那個相位不平均的問題 因為它在一個很小的地方 你這個地方根本 那空間這麼小 你根本什麼地方都沒辦法畫 所以你就這樣很密地畫下去 那你NR很大 同樣也會把這個電把它掉下來 所以這個CMOS裡面 大家就可以回去試試看 就是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 那個在我這個頻率之下 合理爭議的 最大尺寸是微盒 有人可以去試啊 就可以試我WR就Key 5micron 那我NR就Key 64 那就Key 128 你就看多少才是最好 那我記得我小時候 點18可以Key到128個Finger 那現在90nm好像只有 32Finger是不是 還是64 現在90nm最高Finger多少 我不知道 大概就是這個東西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那就是代表說 以台積電內部 可以給你的大Finger尺寸數 最大就是這樣 那你就是 這就是台積電可以給你的最大尺寸 那想辦法對它做Low Pool 就是台積電自視尺寸 在這個製程這個頻率之下 然後能夠得到最大的功率 所以剛才各位有跑的那個尺寸 好像10dpm 那我的印象中 好像你用90nm 然後你就大概在一個適當的頻率之下 你尺寸弄很大很大 大概可以到18-19之間 所以說好像是可以到18 好像是這樣 好像是可以到18-19 那所以說這個基本款就是這樣子 那 那講到台積電 我可以稍微再講一下其他製程 就是說 那你有時候頻率很低的時候 那中間這些inter connection 其實他就算在掉 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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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會假設你是這個做Wi-Fi 那再掉再掉再掉都不會掉到Wi-Fi的這個頻率 有時候會這樣子 所以說你內部就可以把超級多顆Device 把它合在一起 變成一顆巨無霸的Device 那你怎麼玩呢 大概就這樣子 就是一顆電晶體長成這樣子 那你有幾種玩法 就是 如果你去看Gaining Nitride的論文 你常常就會看到一個Device 這樣一根一根的Gate 然後這旁邊就是Gen Source 然後這邊就給它打一個罐孔到底 然後這邊再打一個罐孔到底 然後就這樣排一大排 這樣就排一堆 然後這罐孔到底 就排超級多的 就看到這樣超級多 然後一個IC可能這麼大 然後中間這一整個 整坨就是它的電晶體 就是看起來是蠻驚人的 就是這一整坨就是它的電晶體 然後它就開始想辦法去把這個電晶體做好 這樣這一整坨 這一整坨 就是一顆巨無霸的電晶體 所以說它這個電晶體 它有輸入的銀角 有輸出的銀角 那你要針對這種 它那個大型的電晶體去做一些匹配 所以你匹配出來的結果 可能是這邊匹配出來 是長的這樣子 那可能沒有這麼多 就長這樣 然後這邊再匹配 這邊再做一下匹配 就整個這樣匹出來 就變成是一個很大的功率放大器的電晶體 這個通常說十幾瓦二十瓦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設計 就很大很大 然後就是一顆 一顆就是可以幫你做到十幾二十瓦 請注意 這是很多顆 然後這內部 我講的是內部這些整病 基本上它只是一個很依據很基本的這種 就是我線要越短越好 然後電阻要越少越好 就很基本上把它畫得越密越好 的這個結果就是這樣子 那這種東西通常你假設是一個IC Design House 你要自己去建這種大的那個Model 那晶圓廠大概都可以提供你一顆小的 那你用這個去做Initial Gaze 所以說這個東西其實是蠻困難 這件事情其實有一個入門的門檻 那你當然也可以去跟 有一些公司會專門賣這一顆 就這一個 就這顆IC裡面什麼都沒有 就只是一顆電競體 那你就可以把這電競體 那把它貼在電路板上 然後在這外面的電路板去做什麼 去做Match It 那這個東西叫做PowerBar 就是這一條的 一條的那種功率電競體叫PowerBar 這個也是買得到的 OK 就假設你去做一些 那個什麼大概是快要接近毫米波 10幾GHz以上 那做10幾20W的這種大功率放大器 就是這樣玩的 那你如果是看到Wi-Fi那一塊 如果是Wi-Fi啊手機那一塊 它基本上它是注重它的電流 所以說它的 它要把 然後它一顆電競體的尺寸是很小的 所以你就會發現它排列是很厲害的 它是這樣子 它電競體是畫直的 然後把好多電競體把它整併起來 然後這個可能是Space 然後它很多顆合起來之後 這邊可能會有罐孔 然後你的Emiter就從這邊引腳引出來 那這個可能線比較粗 然後下面也有個Bass 那有罐孔 然後引腳就這樣引出來 然後這樣拉出來 那你COPY好多份 我這個有沒有COPY的功能 好像沒有 那我只能一直畫下去 所以這叫Bass 這叫做 這外面叫Collector 然後這個就是Emiter 那就是要接基地 那你可以再做更多 你就發現說 你就發現一顆這個Layout裡面 那它中間這一坨 這邊會有一坨超大的一坨 這一坨 那它為什麼一坨 因為它的電流要分散 因為它這電流是很大的 那這個是沒有那麼大的電流 所以它電流分散 所以就希望它趕快就這樣流下去 然後這個底板是Ground 它流下去之後就會散到各個地方去 就這一坨 就這一坨這樣 那這一坨後面這個地方 可能就要 有些設計商會把它打出去 在電路板上去做匹配 大概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說在早期的電路設計的時候 就是 就是以前我們電波組 就是在做電路設計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個電流很大 所以你在IC的時候 大家有畫過 IC的那個金屬的那個寬度 是跟電流耐流有關 那因為電流很大 所以你這個地方 金屬厚度就很大 所以說乾脆就會把它 把這個匹配打到外面去 然後在外面 就是在外面的PCB板 做它的那個Matching Network 所以有些的時候 它的Output Matching是放在 很多地方是放在電路板上 所以你就看到電路板上 就有很多什麼LC 然後就會找那個RF功能式 去Tune那個電容的值 所以這個Tuning其實是 所以說就是早期 我們就會有一些印象說 什麼系統廠就是Tune電容 為什麼Tune Matching 就是在指這一塊 就是因為你的這個PA 沒辦法一體成型 你只能在外面去做 才有辦法去得到最佳的輸出功率 那當然現在我們的 功率放大器的那個設計 越來越越先進 所以有些是 有些是已經一體成型了 那有一些還是一樣 是要用Tune 這個是 但Tune的這個的 因為它的Bone Cost太高 所以就會慢慢的被取代掉 說能夠一體成型就可以 這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基本上來說 就是換湯不換藥 就是說你就是想辦法 想辦法去找一個最大顆的 然後最大顆的Model 通常都比較沒有不準 所以你最大顆要做的時候 都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要去把這個電路的測試鍵量出來 然後再去看它的特性 跟你的預估是不是一樣 這件事情其實是 最大顆的這個難度 就是在這裡這樣講 但是你如果要做很大顆的話 你就只能冒這個險 這是第一個冒險 你是逃不掉的 這件事情其實要做 好 這就是電路元件內部的整併 一顆大元件 那這個一顆大元件整併的特性 尤其在頻率很高的時候 像70幾G 或者說100多G的時候 那因為這個內部的損耗 其實會越來越嚴重 就是這個地方整併不好 功率就掉下來了 所以說你如果頻率很高的話 他一不小心就會讓你 就會讓你減很低 所以頻率很高的話 一顆元件可以達到的最大的功率 就會比較低 這是一顆元件在做的 所以各位在做PA的初期的練習 可以去討論 就是說你現在 你現在 你現在有了製程 那你現在頻率也許你設計是50G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你最高用一顆電力體去做match 陽春的match 最高能夠推出多少的功率 這就是這個元件要問的事情 最高多少功率這樣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滿意嗎 那你如果不滿意的話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這就是第二件 第二件是 我就要跟各位講的 就是元件間的combine 是其中一種combine的方式 那所以說我們就來看 元件之間的combine要怎麼combine 一樣 這元件的combine 基本上還是一樣分電壓跟電流 所以說如果你有一顆電晶體 我已經找到了這個東西 在這個製程 在這個頻率下 它已經最好 那我不信的是我現在 它能夠突出18dbm 但是我的規格要到22dbm 足足差4db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呢 好 沒關係 第一個我combine 我把電流加起來 我可以這樣做 我就買兩顆 這一顆18 一顆18 那兩個我如果合理的話 它可能會變成21dbm 所以我在外面 就是跟各位同學 之前畫的那個是一樣的 不是就是把那個什麼 那個建一個sale 然後拉到metal9 然後整個拉起來 然後在外面 這邊用線連起來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變更大的元件 然後就說老師 那你在扶諾我嗎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不是就是把它連起來 這不是這樣子 這個跟晶片內的combine是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晶片內的combine 它通常都是沒有什麼周轉空間 沒有周轉空間 所以說它內部這個東西 只能求說 我的線要很小 我線跟線的那個交疊的狀況要夠小 線要夠短 所以基本上沒什麼辦法設計 但是你在外面這個地方 因為你這邊是metal9 所以說假設你是metal9的話 那你這個combine的線損就可以比較少 就一定是比這個好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當你combine的當下 你還可以加一點匹配的感覺下去 像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一條線 然後這個線 然後這邊還是一條線 所以這在這三條線之下 你加上去是不是還有機會 讓這個smittra 不要懸到 不要往一些你比較喜歡的方式去懸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可能 是有的 因為我本人就發明過一個架構 是可以一面combine 一面去做匹配 這個是可以想的 所以說 以這種角度來說 這個combine 就是我自己在整理 我就把它叫做直接的combine direct 我就直接combine起來 部分青紅皂白直接黏起來 那它的電流會變高 電流會peak起來 但它電壓不變 所以就想像說它是一個大device就好 所以當然你也可以combine四顆 四顆device 這樣 你可以這樣combine 也可以 那其中我看過一個最漂亮的combine方式 我這邊畫給各位看 就大概是長成這樣子 假設這四個電音體 這應該已經是極致了 我這邊拉線出來 然後這邊再加一條很寬的線 這條線就這麼寬 這條線就這麼寬 我們可以把這個等效電路模型 因為這邊是一條電流是這樣流的 所以這是一條很寬的圍帶線 所以這電流是很均勻的流過來 所以我這電音體 是在這四條電流上等於是都貢獻了一個電流給它 所以說我在電路的等效模型裡面 我就是四個電音體 拉出來 然後接一條低阻抗線 可能Z0是接近10歐姆這種很低的阻抗線 那這個要幹嘛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一顆電音體 它的假設low pull的最佳點 是在這裡 兩顆電音體low pull的最佳點 就會因為並聯的效應會變更低 四顆就會接近很小的阻抗 那如果是接近很小阻抗在這邊的話 那你這邊加上一個接近四分之波長的什麼 低阻抗線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發現 假設這個的Z0 這個Z0如果是平方剛好等於50乘上 這個的阻抗叫做Zx 那經過這個的smid chart 因為傳輸線順時針等阻抗同心圓 所以它就會剛好繞到50歐姆 所以以這種角度上來說的話 那這種這就是變成是一個 用低阻抗線去做combine 非常的特別 那這個東西在三五族電路 尤其在15年前是幾乎是標配 每個人都會用這種方式combine 為什麼 因為這樣combine它幾乎沒有限損 沒有限損 然後它的 所以說它combine的效率非常好 所以設計起來又容易 只是它的頻寬比較難達到 所以我這個是第一種combine方式 這是第二種 這都有 那當然你可以腦洞大開 這個東西就是很藝術的感覺 就是你可以去觀摩各式各樣的論文 你看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那個功力發作器的畫法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帥氣的 現在還有一些是這樣子 它是三角形的 可能就這樣把它黏起來吧 這樣combine 這邊是一條線就這樣 那這樣combine的意思 跟這個有點像 那可能是說它不需要每個路徑都一樣 因為我這個路徑1分2再分2這種 binary的combine 就是為了讓每個路徑一樣 那這在這個頻率之下 它可能希望它的路徑越短越好 然後它的損耗越小越好 所以就用這種寬的線 然後把刀角切掉 把那個寄生的電容把它拿掉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combine這個東西很難講 你要到處去看論文 你就會得到很多高手的這個做法 沒有正解 沒有正解 那CMOS的combine就比較簡單 基本上就只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就是長的就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看到論文裡面 就是它這邊就拉一條線把它接起來 然後就很認真的去做匹配 大概就是做到這件事情就好 OK 好 那現在上課到一定的程度 那接下去還有其他的combine 那以及一些其他的範例 我等一下會在下節課 再秀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就先休息10分鐘 好那我們就來上課 那目前因為功率放上去這個東西的設計 如果沒有設計過 你不知道那個的痛苦 OK 所以大家可能沒有這種feeling 所以我現在給各位稍微開一個感覺 就是像我們在期中考之前 我基本上就是說 讓大家有這個機會做出有爭議的東西就好 所以說你會發現我對於規格 特性都沒有什麼要求 啊那GAM有個樣子啊 反正是不是有樣子就好 但是真實的狀況之下 你設計的電路就要跟世界上其他在發表的電路 進行比拼 進行競爭 好那這個東西就變成是 這就是才是真正技術設計的一個步驟 那因為我們這門課 不知道為什麼這學期大家 學習的那個什麼狀況蠻好的 就是以前其實我很努力 push到最後就是那個 那個學期末大概做出一個不錯的東西 就是可以動的東西就已經很不錯 那這期其實大家可以再逐漸的去 試試看有沒有機會在特性上達到一些事情 至少你知道特性上的困難點在哪裡 至少是這樣 所以我就直接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在期中考之後 你們試試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可以做出一個 那個在40GB或50GB 那你的那個輸出功率 是25dBm的功率發達器 你就這樣想想看25dBm 然後你可以先都用physical night來做 就全部都照之前的想法 用physical night來做是25dBm 先這樣試試看 你就會知道那個的困難點在哪裡 先以這種想法25 25是一個很難達到的數字 那至少你想想看難度在哪裡 所以50GHz 25dBm 這剛好是一個痛苦值算蠻高的一個頻率 因為它的轉折點可能就在附近 那大的device可能就會消掉你的特性 所以你好像就有點需要有點考量 這個部分就是讓大家有一點感覺 好那我們剛才講完原件間的kombine 那我們講完電流的kombine之後 我們來講電壓 那電壓kombine怎麼做 怎麼做電壓的kombine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電氫體的電壓加起來 這要怎麼怎麼做 可以的 就是我之前有做過一些例子 加起來很簡單 我就是你看啊 就是我們假設我們把這個東西並連 那並連起來很合理推資 它的主抗就一直往short 主抗會一直往short跑 那往short跑你就越來越難匹配 或者說你匹配的損耗就越來越高 那我如果用很大的device 把它串連起來 我先注意把它串起來 那是不是越串主抗越高 這很棒嘛 這超讚啊對不對 越串主抗越高 那所以說也許串完之後 就完全不用匹配了 有這麼好的事情嗎 那我們就來想一下 怎麼做串連的kombine 那串連kombine 現在有一顆device 那原理上很簡單 你串連kombine就是怎麼樣 一條龍的ID是一樣的 但是這邊的VD1 VD2 然後一直乃至於到VDN 就是你要想辦法把VD 等於VD1加到VDN OK 你要把它加起來 你要怎麼在這個device 把這個kombine完這個東西 變成一個輸出的電壓是相加的呢 那這件事情有一些關鍵 第一個關鍵就是 我如果直接連起來 還不夠 為什麼 因為我直接連起來之後 那雖然這個電壓是相加的 可是我這個VGS不是同向 我這VGS不是 我這VGS不一樣 所以我這邊的操作的特性 跟這顆電競體操作的特性 不盡難會相同 所以說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我就用變壓器去潰入 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這樣 你這邊用一個變壓器給他 然後這邊用一個變壓器 OK這樣夠簡單了吧 這邊用一個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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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就知道 Total的VD是每個相加 這廢話 那我這個地方 我先畫一個 假設我這邊捏起來 所以說我這個地方有個電流 這個電流流過來 那這個假設我捏的這個結構 或是對稱的 所以這個電流等於這個電流 所以感應出來的這個感應電動式 就在這裡 這裡這裡 所以它基本上VGS1 會等於VGS2 會等於VGS3 所以說你除了電壓相加之外 還要確保這三顆電晶體的操作的狀況 在所有的訊號的範圍之內 都要一樣一樣一樣 講三次要一樣一樣一樣 那一樣最簡單就是你的輸入要一樣 那輸出就可以加起來 那這件事情好不好做 就很討厭你要做變壓器 對不對 那於是有人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先不要這樣講 就是我們就這樣做 這樣加起來 那這樣加起來 那我們CMOS不是就CMOS的救星 因為CMOS是1.2 那你就這樣一直往上加 那我是不是有機會 透過我的努力可以把它加到10伏特 我的願望這樣 那其實我做過這件事情其實是辦不到的事情 就是在 現在傳統的CMOS 你最高就只能加三顆 這個是有個原因的 這原因是這樣子 因為CMOS這個地方 它基本上它是 它這邊有個Deep-N-Wale 然後你這個地方有個Body 這個有Body 那Body會跟Source接起來 Body跟Source接起來 也就是這邊會有個電位會一直一直少 所以說一般來說Deep-N-Wale 都要接到最高的電壓 就是接到BDD 所以說假設一顆的電壓是1.2 兩顆是2.4 三顆就變成是3.6 也許啦 也許它可以多一點 那如果3.6的話 我的BDD就要加到3.6伏 這個Deep-N-Wale 那於是這邊的逆偏 這個二極體的逆偏就是3.6伏 那經過我們的實測 這個二極體的逆偏 最高只能到5伏 也會代表說你的Deep-N-Wale 那逆偏超過5伏 這個開始漏電 所以說你就往上加這邊就開始 產生它對Source的漏電 就出問題了 所以說我們之前好像是用在1.18 1.18我們那時候 那個時候做到1.8伏乘上4 1.8是1.8 1.8乘上4 就想辦法做到7伏 那做不到 就是發現加3顆以後就開始漏電 給大家參考一下 所以假設 你要用一般的 就是有這種 這種BOC製程來做 就是你要理解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我們那時候限制 至少我們那時候限制在這邊 OK 但是現在 CMOS真的都不行了嗎 有 有一種製程叫SOI製程 SOI製程 它就是這個的一個方式 它的方式就是說 它在傳統的電路下面 它漲一層絕緣體 就是Isolation Insulator 就是在下面 它的器材下面會有個絕緣層 這上面是Device FET 所以說它下面有絕緣層 所以說我這個地方就沒有Deep and Whale 它這邊不需要Deep and Whale 所以說這個地方的電壓可以很高 所以說它這個用SOI製程 它就可以一直跌跌跌到很多 那目前發表最高 其實我有看到有4顆 那還可以再更高 就你的設計的能力要強就可以 好 那這個的問題就是說 我這樣跌起來 這個好處就是我跌起來之後 怎麼樣我的主抗就變高了 所以我可以選擇一顆 譬如說我選擇一顆17.5歐姆的電晶體 我跌3顆我就不用匹配 那功率還變強 這不是很棒嗎 這是最好的方法 那但是我要做的是 我輸入端 那我要用變壓器去給它潰入 那有沒有辦法不要用變壓器 可以 你可以再進一步的 完全不要用變壓器 那我就畫給各位看 我畫小訊號 他說老師 你在搞什麼 這個不就是CASCOD嗎 對不對 錯 這不是CASCOD 是說我 如果是CASCOD的話 我這個東西要 大到是Short 不是CASCOD 它是怎麼做的呢 它是這樣子 我這邊不是有個VGS嗎 所以我希望這邊也要有個VGS 所以我怎麼做 我當我這個訊號給的時候 這點的電壓會往上往下 那當這點的電壓往上往下的時候 我這個地方做一個 這是一個分壓電容 這邊是一個分壓電容 我就把一點點這邊的訊號引到這邊來 然後創造一個這個VGS 這樣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就是說我這邊是有一個VD會上下擺幅 那我這邊就會有個分壓 這邊也會有個VG上下擺幅 那我只要這個的分壓做得適當 那我這個的擺幅 減這個擺幅 剛好是VGS就成功了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 這個的電容值就跟CASCOD 這種它是要Short 它完全是Short的電容值 就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再說一次 CASCOD它基本上它是希望 這是RFShort 那RFShort的話 這是CommonSource 這是CommonGate 這樣子做到一個CASCOD 那這邊有電流它照單全收 那但是這點的電壓是綁定的 但是我的Stake是這點電壓是飄的 會浮動的 那為什麼要浮動 是因為我希望這邊的VGS等於這邊的VGS 那這個東西就叫Stake放大器 那叫CASCOD 這不一樣喔 這不一樣喔 所以說CASCOD放大器 它的什麼 它的GAM會比較高 但是StakeAmplify它的GAM會比較低 為什麼 因為它上面這一顆 它其實只是把它的 什麼那個電壓加一倍 它沒有放大的功能在那邊 所以StakeAmplify的GAM 大概等於1級 CommonSource的GAM 但是CASCOD Amplify的GAM 大概等於1.5級 CommonSource的GAM 這是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Stake是可以這樣做 所以依此類推 你可以Stake2、3、4 那現在都有論文可以做到Stake很多的 就可以一直這樣疊疊疊疊疊上去這樣子 OK 所以說你這個Combine 你就有機會透過這個Stake 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再複習一下 這是用電流去Combine 那我這是用電壓Combine 這兩個 你也可以電壓Combine之後 再用電流Combine 這可以 那目的就是 創造一個比較高的V 要不就比較高的I 那所以說我的錄影 就是在這邊先打住一下 Combine